商合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宣布 本组织不是一个军事政治联盟 也不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 安全合作对于商合组织来说没有终点 它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 近期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商合组织成员国境内 发生的一些恶性的恐怖事件 也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针对恐怖主义 针对三国势力的安全合作 只能加强再加强 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合作 恐怖主义形成一种跨国的威胁 没有地域的界限 这个犯罪分子通过广泛的跨国活动 这个获得资源,获得庇护 当个国家是很难有效的应对这样的挑战 打击恐怖主义 因此加强本组织成员国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 对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威胁至关重要 为此,阿斯塔纳峰会通过了 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2025至2027年的合作纲要 另外,我再次针对你的问题 我也想强调一下 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是针对打击恐怖主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